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失败的购物经历 这是现在作为我一个算是一个固定更新的一个节目吧 但是这个所谓固定更新 想一想上一次更新这一类的视频 已经是四个月前了 六月份的时候更了一期失败的购物经历 我之前的两期的失败购物经历 全都是围绕着我一个人 就是我的失败购物经历 我拿出来给你们去讲 让你们去高兴 但是其实我自己的失败购物经历就这么多 所以说我今年六月份 第二期失败购物经历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了 说如果你们有失败购物经历的话 可以拿过来给我 然后我可以讲给大家听 让大家开心一下 对 就这种感觉 然后四个月就过去了 其实这四个月 我在不管是Bilibili也好 微博也好 甚至是Instagram也好 我收到了很多很多来自于你们的各种各样的失败的购物经历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呢 大多数都有一点无聊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大多数基本上就是说 可能我买了一件衣服 然后或者是买双鞋 我拿到手里之后呢 发现有一些色差并不是很满意 或者是说我买了一件衣服 我买的是L码的 我通常衣服都是穿L码 但是实际上我拿了之后 发现这衣服大了 或者是小了 尺码上我不满意 再或者呢 就是说我可能一两千块钱买了一件衣服 买了双鞋 但是拿到我手里之后呢 这个东西立马就降价了 所以说对于金钱上我是一种损失 就是都是类似于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呢 让人感觉没有那么惨 于是乎呢 我就利用这四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所有的私信 通通的读了一遍 然后呢全部筛选 排列 挑出了两个 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惨的购物经历 还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惨的购物经历 那么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呢 咱们就开始 今天的失败购物经历之旅 那么咱们现在来到第一个 这个失败的购物经历啊 这个其实就算是一个开胃前菜吧 这个兄弟呢 他是微博上联系到的我 我来念一下啊 老观众也来凑个热闹 不用我感觉他的这个文风啊 有一点像小混子 老观众也来凑个热闹 代哥们应该都知道 外三前几年有多火 Easy那时候还是一臭地理 还不存在 他说的应该是爱大斯的银子 年少无知 我找代购买了一双46的黑五式 黑五式啊 就是外三黑五式 花了2400打烊 这是真的吃了好长时间 免费饭 括号 就是哥们吃过的完全免费续饭 我是真的不知道 现在餐馆还有这种设定吗 就是说你 就比如说我吃过的饭 比如我点了一碗饭 我吃过的饭 我把这个碗给你 你还能拿这个碗去续饭 还有这种功能吗 难道这是他们 应该是我 我感觉应该是 大学食堂有这种设定吧 反正他就是 根据这段文字 咱们得到信息 就是他想买一双 外三的黑五式 需要2400块钱 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 于是乎呢 他就吃哥们的这个续的饭 就免费饭 继续读啊 然后我特别买的 平常过海快一个月才到 到了第一天上次要发现不对劲 嗯 他发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那个iPhone的表情 就是嗯 这是看 老子 他妈小拇指怎么出来了 就是等于他小拇指出来 什么叫小拇指怎么出来 Tum 46的鞋 根本你妈跟宽度 就不是那么四六 我说他这个话 我重新组织一下 Tum 46的鞋 宽度根本就不是给 四六的人穿的 我那几天 他妈跟 哎我发现那哥们 有惠语综合症 他不说他妈和你妈 就根本就说不了话 你知道吧 我自动把他这个 屋檐惠语的给去掉 好吧 四六的鞋根本就不是 给四六的人穿的 我那几天 成天在刀片上舞蹈 还还把自己的脚给崴了 等于就是说到底 还是说是尺码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四六的脚 根本穿不了 四六码的黑武士 是这个意思 等于他尺码出了问题 他说最气的是 最气的是 过了翻天的舞 那么翻天 他把我当作最爱的袜子 染的跟木耳一样 我发现那哥们真的可以 那种黑色还洗不掉 等于当时 这双鞋不仅尺码不对 而且他那个黑色还掉色 但是其实 我有一双 哦不是 我买那双是白武士 白武士它不可能掉色 对吧 因为它是白色的 所以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 这个兄弟 他买那双黑武士 花了2400块钱 但是呢 最后尺码不对 然后呢 小拇指还滋出来了 不仅滋出来 那袜子还染成了这个黑色 其实呢 在我看来呢 我觉得呢 就是很多人问我 说Sky这个鞋偏不偏码 这个鞋偏不偏码 我觉得每一个人 就是有一些固定的鞋款 这么说 有一些固定的鞋款 它是一定偏码的 但是大多数的鞋呢 它还是根据你的脚一样 就是怎么说 其实我的脚是44的 你的脚是44的 但是我可以穿44半的鞋 你未必能穿 或者是我能穿43的鞋 你未必能穿 就是说咱们的鞋码虽然一样 但是每个人的脚的脚背高低 以及脚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建议 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双鞋 还是要提前问好 这个鞋到底适不适合你的脚 或者说你提前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不会出这么差子 就不像这个哥们一样 攒了这么长时间的钱 吃了这么长时间的免费饭 完了之后还不合适 对吧 这个大概就是第一个失败的购物经历 也是为大家敲响警钟 这个鞋码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就作为一个开胃前菜 好吧 咱们接下来来到第二个失败的购物经历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到了第二个失败的购物经历 这个人也是从微博上找到的我 然后咱们念一下 诸葛 他管我叫诸葛 诸葛我也要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失败购物经历就发生在最近 我之前看上一双阿迪达斯的拖鞋 我看他这个鞋面上有按压脚的小颗粒 我觉得非常满意 我觉得他可以在夏天给我的足部来一个大保健 而且还有明星上脚 我觉得很帅 然后他给我这边传来了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 这个照片应该是我看应该是Facebook那个扎克伯格 然后他觉得很帅 不兄弟你穿搭你去学扎克伯格 反正这个就细节就不谈了 我就觉得如果你想看有什么拖鞋推荐的话 你可以看这期视频对不对 我去年发这期就是拖鞋的介绍对不对 不要你穿搭你学扎克伯格 我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 然后反正他不管怎么说 他买了一双买一双之后 他又发了照片时的上脚图 他说这个样子很满意 他说样子很满意 但是穿完之后 我发现这不是一双按摩拖鞋 这是特么噩梦 他给我发了一个这是噩梦 然后他又给我发了张图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张图 就是等于就是说 他那个拖鞋上的那个小颗粒 给他脚按成了这样 他说我整个脚穿的血脉喷张 疼痛难忍 我都觉得我是不是身患绝症 所以我现在很绝望 我这个失败指数有几分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失败指数有几分 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你们把这个分数打在屏幕上 好吧让我看到 反正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他这个购物经历 我觉得就是很好玩 这个就算是失败的购物经历 就是你对他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拖鞋 肯定不算是很贵的拖鞋 他也没有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因为这个拖鞋也不存在降价之类的 因为他本身就很便宜 但是他所 就是他对这个鞋的期望值很高 但是他买到之后 那个期望远远没有达到 并且他感觉非常难受 这个我也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玩的购物经历 你知道吧 但是是失败的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个 失败的购物经历 那么接下来 咱们来到最后一个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终于来到了 最后一个失败的购物经历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失败购物经历 绝对是年度最佳 就绝对是好玩 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 但是也真的挺惨的 这位兄弟 其实跟前两位兄弟不太一样 因为前两位兄弟 他们都是主动微博找到我就跟我说 我这边有一个失败的购物经历 想跟你去分享 但是这位兄弟他其实一开始来找我 是来找我鉴定鞋的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三个月以前 然后当时他微博跑过来找我 跟我说Sky 我可不可以找你鉴定一双鞋 我说哪双鞋 他说是The Ten的北卡兰乔伊 我说没有问题 我说OK的 可以 然后他就把他的图 细节图 鞋盒的鞋垫的tag 猪胶孔全都发给我 然后我看了一下 我也发给我朋友问了一下 没有问题 这双鞋百分百是真的 就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就跟这兄弟说 我这鞋没有问题 但是这兄弟就说 那Sky 我应该可以向你投稿一个最失败的购物经历了 我说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双鞋 我是在多伦多 我记得是在多伦多 他说我在多伦多 找人面交的 花了大概七千块钱 六七千块钱 应该是七千块钱 然后买到的 我说那失败在哪呢 这鞋又是正品 然后买过来也没什么问题 他说这双鞋问题出在哪 因为他把这双鞋买回来之后 他可能跟我习惯也差不多 都是喜欢穿一下鞋带 因为我买DUNK 或者是乔伊 或者是Air Force One 我都喜欢把这鞋带重新穿一下 因为就是我不要享受这个过程 然后他可能也是在自己穿鞋带 两只鞋 他穿好了第一只之后 放在一边 开始穿第二只的鞋带 穿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咦 我的这双七千块钱买过来的正品 乔伊北卡兰泽腾 为什么有一只鞋 少了一个鞋带孔 就是他穿第二只鞋的时候 发现他有一个鞋带孔 是实心的 就是他根本连孔都没有给你打 我这就很难受了 就是你们可以看这张图 如果我不仔细说出来 他少了一个鞋带孔的话 你可能也 确实也看得出来 也看得出来 就很难受 就非常难受 然后这个兄弟就真的难受了 因为他七千块钱买了一双 所有人都认为是正品 所有人鉴定过 都说是正品的鞋 但是这双鞋呢 他确实是少了一个鞋带孔 他穿鞋带很难看 穿完之后 所以就非常难受 然后我这个事情呢 我也跟我朋友讲过 然后我朋友问我 说Sky那你觉不觉得 这个算是一个错版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子 都会有一个错版的存在 就比如说一件衣服 它的tag 就是它的标签 或者它的logo 可能是因为机器的原因 它印反了 或者是印歪了 会出现一些错版 那么这些错版呢 可能就是流到市场上 会在二级市场会更值钱 因为它量很少 并且呢 是跟其他款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我哥们就问我说 这个少尤其二孔 算不算是错版 其实在我看来呢 所有的错版都是残次品 但是为什么有的 有的残次品会称之为错版呢 是因为它残次的 比较有艺术感 就比如说 我有一双Nike鞋 我在二十年前 买了一双Nike的鞋 那么这双Nike的鞋呢 它的Nike的勾 它给我印反了 或者是印到了 就等于Nike的勾 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么以后 我跟孩子去讲的时候呢 这就算是一个故事 对不对 比如说我录时远 我给你讲 朋友们 这是我二十年前 买到的一双Air Force One 那么你们可以看到 这是有故事的 它是一个错版 当时工厂在做它的时候 勾印反了 印歪了 看起来跟其他的Air Force One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在我看来 这个错版就很有艺术 对不对 这个残次子就很有艺术 这是一个故事 但是像我这位兄弟 投稿这位兄弟 他少了一个鞋带孔 这种残次呢 这不是故事 是事故 对吧 我不可能拿这双鞋 说我这双鞋 是有故事的 它是一个错版 错版在哪里 它少了一个鞋带孔 就这个 就只能用惨来形容 所以说我觉得 我看了一下 这四个月 所有人给我发私信 这个兄弟的悲惨状态 就是悲惨的这个程度 绝对是number one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一到十 就是这个失败的购物经历 你们可以给我打分 就是满分十分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 那么这大概就是 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如果你们还有类似 更惨的 我相信肯定视频前的有些观众 肯定会看我的视频 就一拍那顿 说你们这也叫惨 我这还有更惨的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一定要私信给Sky王 我的微博是 我是Sky王 好吧 一定要私信给我 然后没准下一个上视频 那就是你哦 对 那大概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投个硬币点一波关注 那么我是Sky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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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